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女足三比一越南女佛 成功进入四强 并获得明年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 开局不利 杨丽娜几位失误 中国女足先冰一球 零比一落后对手 这也是中国女足本届亚洲杯赛事的首个丢队 但仅仅只破了14分钟 王冲就帮助球队翻评了几分 第25分钟 王冲门前扫着破 这也是王冲本届亚洲杯赛事的第五一进球 第三十分钟 王冲阶队友传球表输高出红娘 最后裁判事宜越位赛事 第三十八分钟 女足获得任意球机会 张星调走入地区 王山山头腿偏重 第五十一分钟 王霜助攻王山山过门 中国女足快超 第五十三分钟 王霜在线助攻 庞加利进区内报首过门 第七十九分钟 王霜助攻吴城出破门 但备惨的约位再见 第八十七分钟 中国女足进区内守 越南队获得点核击 转时碧锤主罚集中 彭杨飞击 最终中国女足三比一 取胜越南女足 颜白天守 黑人 前启 年纪 前启 最终是 帮助攻产 端 感谢观看